把握大视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投资买幅的京城阿满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8月28点30分 美东时间2021年8月1日20点30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港股或承压 A股受考验 由于咱们周末的时候 有一个会员沙龙的前半部 把主要的观点 下就是本周的主要观点都已经说了 咱们今天就严谨一干 因为当时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这块的突发事件 就是港股突然间上调印花水 上调还不少 那么现在的恒生指数就承压 恒生指数 到现在还没有 我还没有看到它开盘 现在还没开盘 咱们现在就等等 看看恒生指数是不是能开盘 但是我们可以看 现在外盘总体上指数都还算不错 外盘的指数都还算不错 我还不希望它涨得太快 涨得太快 明天早上起来 等美股这块的话 我怕它一个高开低走 倒麻烦了 那么现在外盘整个指数都是不错的 香港恒生从期货上来看 现在也不错 也不错 还好像是往下出溜了一下 又弹回来了 说明现在香港这块还算不错 提高了一部分承压抗压能力 那么A股大家注意 这块算不算反弹 明确告诉大家这块不算反弹 这是一个但是这块已经是一个反抽了 这个反抽完了之后 它是继续往上还是往下 昨天的就是周五的这根十字星 已经再次发出警告信号 也许它要再踩一点 才能往上再反弹一下 但是这个反弹完了 大家注意啊 3300点这个位置 不见得撑得住啊 就是前期 呃 这个7月7月份上涨的这块 这个高点不见得撑得住 呃 包括这块缺口 有可能把这个缺口啊 给填了 呃 那么如果要是填了这个缺口 它就会奔哪去呢 底下还有一个大缺口 那咱就不用看了 它可能还会奔这来啊 主要的就是3286 啊 这块缺口呢 这3286缺口呢 能撑啊 能撑一下 看看撑得住撑不住 这块现在我没法判断 如果撑不住 就是最坏的情况 它有可能要来这个位置啊 要来这个3230到3200点这块 这是最坏最坏的情况了 那它到底来哪 那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啊 现在3300点是肯定撑不住啊 3286那个缺口 应该还行 呃 由于前一段的这个急跌 我觉得呢 它得走一个头尖底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现在不是啊 日线顶背离了啊 是周线顶背离 周线顶背离呢 它怎么着得要想让它翻过来 现在已经撇口箱下了 怎么怎么着也得到零轴着 到零轴着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得有几周的时间 啊 得跌几周 呃 这块呢 那咱们现在呢 所有的交易都应该是以 所短线为主啊 那天呢 我在这个群里呢 呢 除了提了一个通业科技 对吧 呃 后来呢 咱们又在这个 我在直播的频道里头啊 就是因为我现在一般的九点半之后 开始直播嘛 北京时间早上起来九点半啊 我们这半间 至少呢 我能直播到一半啊 一因为一般的我睡觉呢 都十二点钟之后再睡 呃 下半场 A股呢 有时候就不直播了 啊 那个我可能看看 如果要没什么事呢 有时候就休息 如果有极端情况 那么我要么清仓 那这种情况呢 我就得盯啊 一般的我也就盯到两点半 因为三点钟那会呢 也没有什么可交易的 呃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 我当时在直播喊的 华大基因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在前天的直播当中 说了一个 呃 这块 现在呢 网上上攻 可是这块呢 有一定的抛压 呃 这个抛压呢 我们一打开了就会发现啊 是谁呢 哎 主要就是这条这个 这个 嫉妒线 的抛压出来了 那么抛压出来了 是不是就 完全不行了 这到现在也没看出来 啊 但是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您听了我直播的说当时我没敢追 现在能不能追 你现在就别追了 啊 现在别追了 咱们等着啊 一股的第二角 咱们再做第二波 这种短线股就是 获利了 我们就拿两天 然后完了之后就跑 跑完了之后 等着它再下跌啊 再看看再有什么其他的股票 我们千万不要 呃 去那个 去长池 现在不是长池的时候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给大家播报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加转发 另外呢 咱们的收费的 呃 教学啊 大家呢 也可以观看 我现在开始陆续上传这个收费教学的视频 呃 最后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咱们还是九点半直播间 快手直播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